陈平安做梦都没想到 求朝商会去把佛玉第一高手 大道收他为徒 就在刚刚 洪世贤和林品如认为 既然前辈让他们听到求朝商的任务 那就是要他们协助完成 所以一起前往佛玉 没多久 神接佛玉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三大魔修齐聚佛玉 佛斯第一高手艾力吓得是不轻 当听说求朝商是来拜他为师时 立刻传音给其他几个 身尊巅峰高手来支援 前几天这货才图了一个佛门禁地 今天来告诉我说要皈依我佛 释迦牟尼看到了 都得给你递根烟 结果佛玉五大神尊高手 大战三大魔修 本应是一面倒的局势 没想到洪世贤放出 十个神尊巅峰的血师 佛玉那边大顺风变大逆风 被打的是嗷嗷乱叫 最终求朝商踩着 爱力重伤的身躯到 老子说了要拜你为师 听不懂人话吗 还打不打 文言爱力都哭了 不打了 我收还不行吗 早这样多好 来师尊给老子替肚 就这样 不可一世的求朝商加入了扶门 院子里 陈平安刚回到家 系统就提示到 任务完成 奖励宿主境界 达到先阴一层 我嘞个擦 这么快 那几个是机关枪手吗 而且可控制的天地之力 居然达到了120根 这下神界我岂不是乱杀 另一边 小垃圾和木剑的感情 遭到了大难题 应成岩告诉木剑 以后每天只能出去一个时辰 那个小子配不上你 除非他到了你这种级别 否则 垃圾就是垃圾 文言木剑都快哭了 怎么能这样啊 实际上 应成岩对小垃圾十分满意 还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只是不想让木剑感情那么顺利 不放打下鸳鸯 整对得起老朋友的安排呀 随后小垃圾得知此时候 每天更加努力了 木剑不在的时候 就让刀爷来帮忙 顺便把黑龙和火凤也带上 一龙一凤都快疯了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陪恋的主意是老金鱼出的 因为每天看到他俩秀恩爱 老金鱼就烦 陈平安做梦都没想到 木皇会把灵脉 放置于各大族域会所 就在刚刚 陈平安想要问系统再来点任务 结果系统以地球任务没完成为由 直接拒绝 没办法 在家等了好几天 陈平安还是没等到地球任务完成 难道是木皇两人在摸鱼 操 肯定是了 虽然系统传送到地球看下 这一看不打紧 差点认不出两人 直接木皇和爆炸天一副人甘样 和他刚成婚的那几天几乎没差别 仔细一问 最近几天 他俩天天去足域中心 还在全国各地的招牌店办了好多卡 每天都得去好几趟 你们两个 不务正业 天天大宝剑 想死是吧 文言木皇紧盲道 前辈 我们已经在全球各个足域中心的地下 铺好灵脉 还召集了所有修正者 说明此事 不出三天 地球的灵气浓度将达到新界级别 哦吼 看来是我错怪你们了 感的不错 就是灵脉放在足域中心那里 有点怪怪的 而且看到俩宝剑小王子的伪迷样 深感自己最近也是有心无力 于是便传送到郎中家里 那个郎中大爷 有没什么促进夫妻和谐的药 听着这话 郎中拿出秘制小蓝药 抚须笑道 当然有 但陈先生切记 五天试一次 保你策马奔腾 夫妻关系绝对和谐 此话一出 陈平安整个人都振奋起来 郎中大爷 有这种好东西 下次早点拿出来 钱不是问题 说吧 便屁颠屁颠地回到院子 发现苏林正一脸不开心 原来刚刚苏毅来找过他 破天荒的苏林没有拒绝 还和他一起共处了一会儿 只是最后苏毅想带他去神界时 苏林拒绝了 听完段欣欣的描述后 陈平安一语道破天机 小林啊 这是不舍得西瓜 啊不对 是舍不得爸爸 不过娘子不用担心 现在神帝也得听我的 下次我让他多给苏毅放放假 闻言段欣欣气不打一处来 苏毅去那个地方守着 就是你安排的 那个大傻叉 夜晚时分 陈平安不顾郎中所说 一下子吞下三天亮的小蓝药 嘿嘿 娘子来斗地煮吧 陈平安和段欣欣打了一夜斗地煮 彻底把老婆赢得服服帖帖 连四肢都引发麻了 想想这几天没事做 那就上仙界看看慕容公他们吧 没想到刚上去 就看到一个老六在欺负妹子 而妹子的衣服上 刻然印着平安综三个大子 奶奶的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居然敢欺辱名女 该当何罪 闻言妹子张爱玉一喜 但当看到陈平安的修为时 再度陷入绝望 千阴一层 怕不是来给对方加餐的吧 老六看到陈平安后 先是蛊惑到 兄弟 together 此话一出 陈平安震惊不已 还有这等好事 呸 其实我也是平安宗弟子 近四周突然陷入迷之沉默 张爱玉率先反应过来道 师弟快逃 找人来救我们 话音刚落 老六已经向着陈平安冲过来 今日之事 绝不能留下活口 只见陈平安没说任何话语 以柄突破苍穹的能量剑 从天上突袭而来 轰的一声 老六已经淹没在能量海里 解决完一切后 陈平安转身一两人畜 无害道 这位姐姐 我也想去平安宗 可否带个路 看着此轻此景 张爱玉都惊呆了 高内人可是先临近高手 竟被一个先阴一层的小子 一箭轰成渣渣灰 莫非是隐藏了实力 而且自称平安宗弟子 居然不认识去宗门的路 随开口问道 这位公子 您不是平安宗的人吗 为何不认识路 文言陈平安愣了下 我说自己是老祖 估计也不信 随堂塞道 其实我认识平安宗的人 但张爱玉仍旧不依不挠 抛根问底 对于冒充宗门弟子的人 即使救了他 可能也是别有用心 陈平安无奈 只好说认识慕容学 此话一过张爱玉心脏 像是停止了一下 他认识圣女 那可是先尊一层啊 陈平安见他愣在原地 以为没听过 又说一句 慕容云海总认识吧 卧槽 你还认识宗主 姐妹子依然愣在原地 陈平安继续试探道 慕容公总知道吧 哄的一下 张爱玉彻底实话 假的吧 那可是平安宗老祖啊 陈平安要血洗平安宗 只为报慕容公 当初对自己的一片忠心 就在刚刚 张爱玉被陈平安所说的 寄人名字 正得是头皮发麻 根本说不出话来 但转头一想 他就明白了 这几个人 谁不认识啊 估计是想加入平安宗的散修 所以笑道 公子想加入平安宗 也不必如此 您救我一命 待会儿为您引荐 文言陈平安心里不由的一己 不会吧 这些人民他都没听过 莫非功劳他们遇到危险了 所以跟着张爱玉前往平安宗 一路上陈平安那无处散发的魅力 深深吸引了张爱玉 长得帅 又救过他的命 还能越击杀敌 少女心不由的砰砰乱跳 这一幕 看得段欣欣是又又又吃醋了 该死 抱不准那天会给自己戴个帽子 没多久 俩人来到平安宗广场上 张爱玉正想介绍下宗门 突然一声爆喝传来 抓住这宗门叛徒 本时陈平安二人被团团围住 张爱玉认出是执法堂副堂主 但自己从未得罪过对方 也没做出任何叛宗之事 为何要抓自己 陈平安见状打算先试探下 看他们是否认识功劳 以证实自己的猜测 各位 我认识慕容公 他还管我叫前辈 要么咱们坐下来聊聊 此话一过 四周静得落真可闻 副堂主懵了 这伙认识老祖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老祖自上先见来 一直都在闭关 门都没出过 碎怒道 哪来的萧萧 还敢扣出狂言 左右给我就地格杀 我那个擦 陈平安惊了 但也证实了方才的猜测 慕容公他们被夺功了 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而能做出这一切的 先见只有一人 那就是新晋先帝 越东来 这一刻 陈平安怒了 他真的怒了 没想到自己 让功劳来先见 是害了他们一家子 随即陈平安闭上双眼 嘴里默念道功劳 今日 我将血洗平安宗 战越东来 以为已在天之旅 随后陈平安猛的一睁眼 刹那间天地变得混沌 酒悠皆在咆哮 整个仙剑 仿佛快崩塌一般 所有人皆是满脸正骨 这是仙音一层 该有的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抱贺响起 住手 来者正是平安宗太上长老 修为先尊敬巅峰 负责掌管执法堂 众弟子见太上长老的到来 纷纷控诉陈平安刚刚的暴行 赴堂主更是声泪居下道 长老救救我们 此人擅闯平安宗 还说要血洗此地 此话一过 太上长老是满脸怒不可遏 竟有如此猖狂之恩 连先帝都不敢这么干 抱上名号 本先尊不斩无名之辈 文言陈平安满脸不屑道 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号 看着还挺年轻的 这太上长老的位置 怕不是当初斩杀某个要人得来的吧 哼你知道就好 必人不惨 前段时间将仙剑要犯 龙傲天击杀于此 才换来的晋升 小子三膝内自我了断 否则抽你先应折磨一万年 话音刚落 拨得众弟子满堂喝彩 太长老霸气侧漏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刚那番话彻底激怒了陈平安 没想到啊 连龙老也遭遇不测 怕是真院长和西门会长也 念几次 陈平安是无比自责 都是我害了他们 这平安宗留着也没什么意义了 顿时无数道建议从虚空中出现 全部围绕在陈平安周身 一步戳一剑 一剑杀一人 仅须余间 广场上所有人都重伤倒地 尤其是太上张了 被打得镶嵌在地上 抠都抠不出来 而陈平安则一脸默然的看着众人道 从现在开始这里叫做路本尾广场 突然一阵熟悉的声音响起 前辈你终于来了 声音的主人正是许久未见的慕容雪 慕容公跪了 慕容公他真的跪了 在听到弟子要集体诛杀陈平安时 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双腿一软 跪下开始磕头 就在刚刚 陈平安听到雪妹子在叫他 不禁怀疑是否产生幻庭 他们不是已经遇害了吗 转头一看 我来个擦 还真是慕容雪 只是浑身脏兮兮的 眼眶中还带着泪水 顿时陈平安悟了 他们定是抓了慕容雪 严心拷打 逼他就范 如今感应到我的到来 雪妹子牺牲了某种代价 才逃出升天来见我 遂安慰道 小雪不要伤心 今日我会好好教他们 下辈子怎么做人 闻言慕容雪都惊呆了 前辈这是闹哪出啊 原来慕容雪今天终于闭关完毕 刚出门就看到陈平安 但自己浑身脏兮兮的 不好意思去见他 于是便躲在天上偷看 结果发现太上长老 把前辈给惹毛了 再不出去 可能平安宗都要灭宗了 而眼里的泪水 是久违重逢的感动 这时慕容公父子和张清贤 也赶到现场 他们已经收到慕容雪的传音 直到前辈正在广场大发雷霆 连忙结束闭关 身上灰尘都没清理 就赶到现场 这下陈平安懵了 功劳他们没遇害 不过怎么都脏兮兮的 莫非都是被囚禁了 真像了 这帮杀千刀的 竟折磨花家老人 到如此地步 还没来得及多想 慕容公等人全部跪下客气头来 他们知道前辈发怒了 定时认为没管理好平安宗 而且刚到广场时 他还听到几句 什么辱平安宗者 虽远必诛 诛你妹呢 那是平安宗背后的大老啊 所以他们什么话都不敢说 磕头认错就对了 陈平安见状 怒意更上一层楼 好你个月东来 竟把他们折磨成这样 连话都不会说了 很明显 陈平安以为他们在求自己做主 所以开口道 功劳受累了 今日月东来 必死无疑 神帝都留不住他 我说的 死话一过 正往平安宗飞去的月东来 浑身开始发寒 四肢疯狂的在哆嗦 卧槽 我感觉要记了 陈平安的演技到底有多强 好好看 好好学 连慕容公都被忽悠得差点自尽 就在刚刚 慕容公等人跪地磕头 把整个平安宗的人 惊得是下巴脱臼 眼珠子都快蹬出来了 而慕容公则颤颤唯道 前辈 是我管理宗门不忠 与先帝无关 名则罚我就行 死话一过 四周懵逼的众人 就像盖中盖一般 成了懵中懵 而陈平安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好像闹了个大乌龙嘛 不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让陈平安继续生气道 你看看你们 宗门都成什么样子了 问都不问就要格杀 连自己弟子都不放过 慕容公 你好大的胆子啊 此时此刻 陈平安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深深地落在慕容公身上 让他感到羞愧不已 为了不牵连儿子和孙女 慕容公一脸悲壮道 我慕容公 如今的一切 都是前辈赐予的 现在以死谢罪 只求前辈放过我的家人 说吧便准备自断经脉 我嘞个擦 我他瞄得眼过头了 陈平安看功劳要自尽 都惊呆了 紧忙阻拦道 这次就算了 下不为例 听着这话 慕容公是头皮发麻 刚他走马蹬都出来了 那悲壮的气氛 完全烘托到了极致 没想到前辈 就这么简单原谅了 唱 吓死宝宝了 随后陈平安跟他们说了下 刚才事情的经过 听完后 慕容公差点一口气 没提上来 还好刚没自尽 不然死的是真冤啊 所以叫来父堂主质问 为什么要无辜抓张爱玉 父堂主颤颤巍巍的 说出实情 原来前几天 他给太上长老戴了帽子 刚好被张爱玉看到 于是今天上午 趁他出去做任务时 就派杀手去做掉他 但张爱玉却完整无缺的回来了 所以就发生了 刚才一系列的事情 吵气煞我也 云海给老子抽出这对 肩夫淫妇的仙音 折磨一万年 慕容公是真的给气到了 而一旁太上长老的脸 是比他头顶海绿 老婆出轨 自己还帮情夫出头 还差点搭上自己一命 顿时赶到喉咙一甜 一口老血喷涌而出 陈平安的小姨子来了 院子里的男性神器 顿时都疯了 就在刚刚 月东来一到平安中 便看到陈平安生气的模样 二话不说直接跪下 虽然不知道发生傻事 但跪就对啊 陈平安见状继续装当 此时就此结果 下不为例 待会去大殿找我 说吧便飘然而去 闻言月东来才松了口气 前辈不生气就好 只不过其他弟子 是真下麻了 先帝都归 要知道老祖固然强大 但十个慕容公加起来 都不够月东来塞牙缝 这样的存在见到陈平安也归了 那他岂不是神界之人 我们刚这些行为 是在自己分头蹦迪吗 院子门外 一位妙龄少女出现于此 正是段西星在混沌界的妹妹 樊怡轩 顿时菜刀她们都慌了 吓得是鸡飞刀跳 我的妈呀 这位姑奶奶怎么来了 因为范怡轩不喜欢陈平安 只要是男性神器 就跟着连坐 段西星看着妹妹的到来 也是异常高兴 他知道范怡轩为了能和自己住一个月 当初在陈平安那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具体是什么 他也不清楚 随后范怡轩看到苏林的那一刻 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姐才多久 女儿都那么大了 不科学啊 好白菜都给猪拱了 一番解释下才明白 苏林是妹妹 好家伙 娶了我姐不说 还有这么可爱的妹妹 老天不公啊 说吧便把目光投向刀野她们 一定是你们怂恿的 今天咱们好好聚聚 此话一过 院子再度鸡飞刀跳 这下安宁的日子彻底没了 先见平安宗内 陈平安在和慕容公等人先撤一会儿后 月东来终于忍不住开口道 前辈 我已经快突破神级 不知先帝之位 您打算给谁 卧槽 你他喵的也要飞上了 陈平安惊了 不过很快就装起来道 我觉得小陈很不错 此话一过 一旁陈延明都快疯了 我他妈要当先帝了 立即双戏跪地 如败祖宗一样诚恳 老祖啊 看到没 您家祖孙真的发了 陈平安到底有多强 一句话来说 天道见了也低眉 世间不应有此 就在刚刚 陈平安选择陈延明 就任新仙帝后 让荣耀天等人和月东来 安心突破 日后飞升神剑 让神帝来给他们哺露 此话一过 所有人脑海里只剩一个想法 神帝也在给前辈当狗 太他妈害人了呀 此时此刻 陈平安在众人眼里 那是手握日月 摘星辰 天下再无这般人 前辈赛高 在陈平安走后 众人才缓过劲来 前辈还是那么和蔼可亲 一点都没高人架子 啊对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聚集于此的缘故 至此先凡二剑脑补天团 齐去一堂 又开始新一轮脑补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陈平安之所以那么和蔼可亲 主要还是因为一开始 他都不知道自己 已经天下无敌 院子里 陈平安刚回来 就发现家里多了个妹子 樊一轩看到她时 本能地后退一步 当初求她的那两天 简直是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姐夫 你不要过来呀 哦吼 小姨子 快坐快坐 来吃个瓜 小灵儿 把西瓜放下 陈平安竟忙招呼起来 见此情形 樊一轩惊了 这还是当初那个冷傲的姐夫吗 难怪姐姐心情那么好 原来姐夫变成了个铁憨憨 有趣 虽表示未来会在这里住一个月 陈平安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 下一刻她就后悔了 因为晚上就没法健身了 这时她想起商场里有个隔音症 晚上健身时弄一个就好 四街 而房间里的段欣欣 听到她的心声后 心态崩了 樊一轩实力和她 几乎一致 隔音症有个毛用啊 吃饭时 陈平安对这个小姨子 是各种夹菜 期间还问了下岳父岳母 身体如何 此话一过 院子里的导演一个哆嗦 当初被主人喊爸爸 是很爽 但现在她开始后悔了 夜晚时分 陈平安弄好隔音症后 段欣欣看得是头皮发麻 要么今晚别健身了 嘿嘿 娘子别担心 保证万无一时 结果就是樊一轩 听了一晚上的 本草纲目 小铃儿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竟然帮哥哥 背了口大锅 就在刚刚 陈平安一夜健身后 精神抖擞 而樊一轩则双眼发黑 浑身不满杀意 连一旁的苏灵都感觉到 喂 陈平安借小姨子 那伪迷的样子 便笑道 小铃儿 是不是你昨晚打呼 吵到人家了 闻言苏灵都惊呆了 我打呼 不会吧 毕竟打呼这事 自己是不知道的 这下樊一轩都激炸了 还不是因为你个臭姐夫 但这话不能直说 只好委屈的 看向小铃儿 意思是 这锅 你得替你割杯了 看着这情况 苏灵慌了 真的是我吗 整个人委屈的 不要不要的 这时陈平安一脸骄傲道 来 小铃儿 哥哥 我有个不打呼的秘方 待会儿 教教你 此时此刻 樊一轩真的想送一首歌给她 没多久 陈平安便打算去地球 看看墨黄 免得俩货陷入足域 不可自拔 没曾想刚传送完毕 发现此处根本不是地球 这时 他发现旁边出现一男子 竟是曾经的霸天先帝 俗义 仔细一看 发现不对 只是此人长得很像俗义 他是这方世间的先帝 负责管理凡间 而陈平安自认为战力 高达神尊巅峰 一个小小先帝罢了 也不做理会 而先帝看到陈平安的一刹那 人都麻了 此人身上斗则韵里营绕 他所在的这片天地 都被陈平安的气韵所影响 紧忙上前拜见前辈 陈平安见状有点懵 我就站着 这货就上来当狗了 所以开口道 有事儿 原本先帝以为有其他世界的人来此 想要装个逼警告下 没想到来了尊大佛 立刻改天道 我来瞻仰前辈的疯子 作为全场唯一有狗叫拳的他 此时不舔 更待何时 与此同时 陈平安注意到 下方有一男一女 男的俊俏 女的迷人 而且感觉十分熟悉 随飘下去问道 你们是何人 男子名为陈毅 不知对方是敌还是友 先报上姓名 正当陈平安想再说话时 突然时间静止 连先帝也停止不动 而陈毅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微笑 陈平安竟在他乡 遇到和他一样的穿越者 可把他高兴坏了 就在刚刚 陈毅见先帝 都对陈平安如此恭敬 便使用时间暂停的能力 而陈平安健壮 一脸不解的看向陈毅 对方也从开始的微笑 到现在满脸惊恐 我的妈呀 他怎么没禁止 随紧忙解除术法上前刀 前辈实在下冒昧了 此时先帝也是满脸正步 这位超级强者 连命运者都无法撼动半分 刚舔的不冤啊 这时陈平安又开始装逼了 你随意 我无敌 此话一过 陈毅倒吸一口冷气 无敌吗 太他妈强了呀 紧接着陈平安下一句话 让他再度陷入惊恐 你来自地球 因为陈平安觉得 能暂停时间制 有可能也是穿越的 陈毅一听 卧槽 这可是连他妻子 都没说过的事情 前辈 你怎么知道 还有前辈可否带我回地球 闻言陈平安笑开花了 正想拉拢这位老乡呢 自己就送上门来 所以笑道 来吧 我带你回地球 日后再带你去神界 卧槽 神界 陈毅的头皮 开始发麻 无妨 以后你我都是老乡 我们以兄弟相称 听着两人的对话 先帝在一旁风中凌乱 这小子 不愧是命运者啊 机缘都是送上门的 没多久 陈平安带着夫妻俩 来到V室 陈毅惊了 V室 就是他老家 前辈真是算无一策 随后再见到莫皇两人的瞬间 陈毅更是惊呆了 眼前两人的实力 根本看不到边际 连他世界的先帝 都不及其万分之一 而这种人 也在给陈平安当狗 莫皇在知道陈毅 可以控制时间后 瞬间变得肃然其境 因为神界之上的混沌界 都是这种控制法则的强者 这时陈平安问起任务进展 爆炸天表示 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 只是地球被封印了去仙界的通道 等前辈一声令下 即可打通 闻言 陈平安让他们快点解决 莫皇立命而上 移住香国后 莫皇回来的同时 又带来了一个人 此人正是连通地球的神界之主 神帝兰战 陈平安做梦都没想到 远古神帝兰战 一见面 立刻跪下给他磕头 就在刚刚 莫皇在打通仙界封印后 本土神帝兰战 就有所察觉 当年他还没成为神帝前 就收到过一个神秘信件 上面有一本 可让他封印地球 他照做了 还凭借此功法 一举成为远古神帝 当感应到莫皇破坏封印后 竟忙过去查看 得知是一位前辈 让他那么做的 蓝战惊了 不会吧 难道真是那个人 所以问到 前辈的名号是 呃那个 我也不知道前辈真实名号 只听他在地球的朋友说过 名画陈平安 此话一过 蓝战灵魂都在颤抖 当年的神秘信件落款 就是陈平安 莫皇看他这般熟悉的模样 就像看到当初的自己 所以拉他去见前辈 不用想 这娃肯定也是一枚棋子 当陈平安看到蓝战的那一刻 莫皇早已把对方给忽悠瘸了 什么混沌见大佬 邓贵妻也得叫爸爸之类的 谁曾想陈平安还没开口 蓝战瞬间跪地磕头道 远古神帝蓝战 叩见前辈 我嘞个擦 怎么又跪下 陈平安满脑子梦批 难道是莫皇 接些些忽悠的 虽又开始装起高人道 无须大理 虽然都是棋子 但我当你们是朋友 文言莫皇先哭了 固然一切都在前辈掌握之中 而一旁的陈毅 则在炉内地震 神尊强者不如狗 神帝奉他围头首 这绝对是混沌界 大佬级别人物 况且他妻子唐颖体内 有只九尾狐的灵魂 就是来自混沌界 平日里连先帝都看不起 自从陈平安出现后 他再也不敢发出过半点声响 明显是被吓怕了呀 聊了一会儿后 陈平安准备带众人回神界 顺道邀请蓝战一同前往 两界神帝其实早就认识许久 只是下面的人不知道罢了 但系统不能直接传送 得先回院子 于是便借口道 来 我先带你们去家里喝口茶 认识下界内 此话一过 所有人都惊呆了 前辈的老婆 有一个混沌界大佬 陈平安究竟是何许人也 他真的是无敌的存在吗 本集给出答案 就在刚刚 陈平安带着众人传送到院子门口 刚推开门 想跟他们说下别拘谨 只见所有人都是满脸正步 眼前的一切 颠覆了他们所有认知 以前见识过的强大 在这里不堪一击 脑海里皆冒出四个大字 太古近地 陈毅的妻子唐颖 更是身子一颤 感应到体内的九尾狐 正疯狂蜷缩在角落 瑟瑟发抖 陈平安见状也知道是啥原因 便装逼到随意点 以后你们也能达到这等层次 此话一过 蓝湛等人都惊麻了 灵魂都快被吓出窍 只是下一秒 刚看到段星星和樊一轩的那一刻 众人大脑 直接到极 灵魂都在占地 妈妈咪啊 太强了 太恐怖了呀 这俩女人比外面的还要强上万倍 景气息 蓝湛这个神地 就差点hold不住 这就是剑内和他妹妹 欣欣 有多余的凳子吗 我带几个客人来喝喝茶 卧槽 折杀我也 我们跪着 哦不 我们站着就行 千万别劳烦遵夫人 莫皇率先反应过来 这等存在给自己搬椅子 怕不是要折寿啊 没多久 陈平安就带着几人离开 刚到神界 他便想叫大家都来拒绝 让莫皇去通知邓桂奇 自己则去仙界 带慕容公等人来 带几人离去后 唐颖才开口道 像 像公 九尾独刚告诉我一件事 很恐怖 文言陈毅有点懵 有多恐怖 再恐怖 还能比刚才那院子恐怖 唐颖苦笑道 院子 就是个笑话 在混沌界 有一个门槛 后面 皆为无上强者 曾经九尾狐一族 在混沌界 勉强算可以 但也只配当门槛后的狗 而刚好今天 九尾狐听到 陈平安名字时 就猜到了 他在混沌界的名号 无敌至尊 当院子里的东西 在混沌界里 都算是门槛后的 无敌存在 然而他们的主人 陈平安 则是所有 无敌存在以上的 第一强者 先凡神三界 脑补天团大聚会 聚集在此的唯一目的 都是为了 填陈平安 就在刚刚 陈毅知道陈平安 真实身份后 差点灵魂 没喘过气来 门槛后的 第一存在 可我成修到底 发了 这下真的发了 没多久 神界众人都聚集到位 陈毅也趁机 施展了下 时间暂停 让大伙好好看 好好学 在场除了俩神地外 其余均被定格住 更归其则惊叹不已 刚想要再动下 发现自己 居然也无法移动 简单来说 陈毅现在杀神地 如杀鸡 幸亏此子 不是敌人 这时陈平安 带着仙界的人来了 放下慕容公等人后 便借口离开半小时 让他们自己 先各种脑补 我的强大 再回来盛大登场 只是龙澳天几人 还是有点害羞 得亏老司机 慕容公敢带头 每一会儿 所有人都熟络起来 都在聊 怎么认识前辈 慢慢变成棋子的事 最后讨论出 四人为棋手 其一万古神地 邓桂齐 他可是陈平安的义子 其二乃陈毅 刚那波操作 众人都认为 是混沌界 转世重修大佬 其三则是周小明 陈平安对外 唯一弟子 其四为刘帅 能和陈平安勾肩大背 并称呼对方 为成兄的人 会简单到哪去吗 确定下来后 这四人成为在场 所有人 吹捧的存在 半个小时很快过去 陈平安回来 第一件事 就是让李墨仙 收成一围图 我来个擦 前辈没在开玩笑吗 他都能虐我了 李墨仙惊了 但瞬间 董王再度附体 前辈是给我 永恒中机缘啊 随后陈平安 语众心长地说道 今日聚集大家 是有一件大事要说 未来我们会迎战 一个强大的敌人 希望从今日起 各位好好修炼 有什么问题 随时来问 此话一过 众人感到压力山大 刚那轻松愉快的场面 荡然无存 连前辈都觉得 强大的对手 未来得好好修炼啊 随即 蓝战先上来 问起修炼问题 陈平安就胡说了一句 随心而行 下一刻 蓝战惊呼 我他喵的突破了 卧槽 这也可以 莫非我的忽悠术 才是世界第一绝学 小垃圾设身取义 欲邀正面 硬钢木林建筑 就在刚刚 陈平安觉得自己的忽悠术 才是天下第一时 系统提示地球任务完成 宿主修为奖励到先灵一层 令颁发三个任务同时进行 哦吼 陈平安欣喜不已 终于开始新的任务了 任务一 把修正F4 打造成神界明星 任务二 在三个不同神界 建立三个宗门 任务三 去下个创关点完成任务 前两个还好 就是第三个 千万不要失去混沌技啊 但有时候你越不想什么 就越来什么 因为下一个创关点 正是混沌界 院子里 小垃圾却闷闷不乐起来 原来他和木剑吵架了 本来每天就只能和他待一个时辰 但这点时间 小垃圾还非要拉木剑修炼 积攒已久的矛盾 终于在今天爆发了 修炼修炼 你就算修炼一百万年 也达不到我的层次 此话如同钢针一般 插在小垃圾心上 而他还强忍着心痛 去安慰道 对不起 木木 是我错了 但木剑根本没理会 直接顺身走人 剑刺青心 小垃圾紧握双拳 望着木剑飞走的方向 嘴里里喻喃道 永远达不到你的层次吗 永远吗 不 我命有我 不由天 说罢 便朝着硬成岩的院子飞去 他决定和木林剑主谈一谈 只是距离院子 还有百丈远时 他就被一股能量弹开 哄哭瞬间吸卷全身 比刀爷折磨他那时 还要强上不少 此时屋里传来硬成岩的声音 垃圾就是垃圾 怎能配得上我的剑 你要是能冲破障碍 站到我面前说话 这门轻视 我就隐了 否则滚 此时小垃圾看着能量罩里的木剑 两人仅相距百丈 却仿若合着银河 想起主人曾说过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 而是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 难道真应了这句话 不 我是谁 精灵仙气 先借兵器排行榜 第一名 区区痛苦 合足挂尺 这一刻 小垃圾望着木剑的眼神 开始变得坚定 即使前方无路 我精灵仙气 踏过的地方 就是道路 说霸 便一往无前地冲了过去 刀岩不顾身体受创 为小弟硬钢混沌界大佬 就在刚刚 木剑看着小垃圾 不断冲击能量罩的样子 意识到自己刚说的话 有多伤人 造就了多大的错误 虽求主人给一次机会 但硬长言异常决绝 往后不允许他 再踏出院子半步 说霸便回到自己房间 这时郎中也来劝说道 老鹰啊 木剑是你从小带大的 这么做是不是太过了 谁知 硬长言怒气冲冲的 过分 人家精灵仙气那么上进 这丫头还说出那样的话 他不过分吗 文言郎中懵了 呃 那个 你怎么胳膊周往外拐啊 硬长言看着院子外的小垃圾 心里早有打算 这个能量罩 是锻炼他的机缘 只要能跨过去 那他将能达到木剑的程度 将来超越菜刀 也不是不可能 院子外一次次的冲击 让小垃圾慢慢的陷入绝望 连一仗都无法进入 看来今生是有缘无分了 就这样 小垃圾落寞的回到了院子里 与此同时 刀爷看着小弟被欺负 欺不打一处来 飞上空中 一击划过 能量罩破开一个裂缝 趁这个机会顺身进房内道 硬老 给我个 呃 给我主人一个面子 不要棒打鸳鸯了 死话一过 硬成言笑了 怎么 你也知道自己不够分量 想当初我也追过女孩子 但没成功 而小垃圾身上又有我当年的影子 我那个擦 刀爷惊了 堂堂混沌街大佬 居然追不上妹子 这就是你棒打鸳鸯的理由 搞心态呢 正欲发飙时 发现四周固满了恐怖的阵法 自己根本寸步难行 不愧是混沌街里阵道第一人 这时硬成言开口道 我在能量罩里加了圣源 如果小垃圾能突破进来 那就能达到你们的层次 我对这把剑可是喜欢得很啊 你懂了吗 文言刀爷终于明白 一切都是主人的安排 行 我这就回去 虽然小垃圾现在放弃了 但我是谁 就天实地忽悠界第一人 陈平安手中的圣器 忽悠把剑 还不是手到擒来 陈平安手中最强武器是菜刀 而今天圣武战衣不服 邀请刀爷一战 就在刚刚 刀爷回到院子里 就看到小垃圾如孤魂野鬼般 又在那疯言疯语 我就不该谈恋爱 最后得来是伤害 所以走上去拍拍健身道 走 大佬带你出去鬼混 此话一过 院子里众神器都惊呆了 有你这么当大哥的吗 小垃圾也是一脸忧怨 大佬 没看到我正在阴谋吗 剑刺青心都也有点怒了 我一直以为你是把好剑 最终会达到我这样的高度 但现在 我发现我他们瞎了眼 当初就不该从雪月宗那里救你 文言小垃圾试图去解释 只是那又怎样 自己确实是放弃了 呦吼 说你两句就废了 别跟我说配不上木剑 像当年老子 是这院子里醉菜的那个 现在他们哪个 不被我当儿子一样吊着打 混沌街从此切菜 再也不敢用菜刀拍算 生怕我一刀劈了他们 为什么我能这样 那是依靠一颗变强的心 说着说着菜刀也上头了 整个人的奇迹猛然爆发 凡间急欲要崩塌 而小垃圾听完后 则一扫颓势 我真的能吗 必须可以 你是我菜刀的小弟 出去混 别丢了我的脸 好嘞大佬 我这就去向爱情努力 一天不行 那就一年 一年不行 那就万年 说吧 小垃圾头也不回的 走出院子 刀爷这才松了口气 颤颤巍巍道 各位哥哥姐姐 刚小弟在 晚点我给你们磕一个 文言众神器也没计较 况且他说的是事实 以前他们都把菜刀当儿子打 现在是角色互换了 这时屋内传来一个声音 菜刀 你刚挺老卵呀 有空咱们切磋一番 声音主人 正是陈平安所穿之物 圣武战衣 刀爷嘿嘿一笑道 没问题 但我已经突破了 你确定不再等等 快了 我也马上要突破了 到时候战个痛 话音落下 圣武战衣继续自我修炼 没多久 小垃圾从空间掉落 健身崩裂 进气少 出气多 卧槽 硬成爷 你太狠了 刀爷的忽悠能力 到底有多强 好好看 好好学 院子里的神器们 全被他忽悠瘸了 就在刚刚 刀爷看小垃圾都快寄了 紧忙让老金鱼放点血 要知道圣龙的血 可是大补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菜刀 你想都别想 谁知刀爷举起能量剑道 既然道理你听不懂 那就跟你讲讲物理 老金鱼哭了 这不欺负老师鱼吗 小垃圾嘿嘿一笑道 金鱼大佬破血了 话音刚落 屋内一道金光落入小垃圾身上 刀爷紧忙感谢道 多谢前辈 樊一轩冷哼一声 我只是想让他早点去受折磨 免得打扰我清修 其实他是被小垃圾的男子气概 给感动到了 如果也有一个男人 能为他这般付出 他定不负余生 没多久 小垃圾恢复如初 金鸡神比之前还要好上一辈 没有任何废话 继续前去突破 金鱼见状瑟瑟发抖道 接下来不用放血了吧 闻言 刀爷又开始忽悠了 把从硬成爷那里 得到的信息同步过去 再结合主人当初 天天带小垃圾打天下 未来有个同级别的盛气 为你马首实战 岂不快哉 此话一过 鸡科桃树也认为有点道理 老金鱼更是觉得自己赚大发了 不就是一点血吗 龙爷管够 殊不知自己 是被菜刀给忽悠瘸了 另一边 陈平安正安排脑谱天团 在神界里C位出道 让他们原有的身份再扩大化 真弹腾不是书山仙岳院长吗 现在起就是曾经神帝的老师 帝师 白骨峰和西门城的话 直接让邓桂齐把万宝阁和炼丹公会 两处会长让给他们 慕容公则为三处神界中门的老祖 最后龙奥天任命为四人的大哥 五个人的组合就命名为 五怨天 直接在神界以C位出道 炮不威风 解决完这一切后 陈平安便准备前往下个闯观点 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主人 有件事我要和你说 我嘞个擦 陈平安惊了 从来没说过话的衣服竟然开口了 陈平安一拳为能 竟把混沌界小胜高手轰成炸炸灰 就在刚刚陈平安无比震惊 衣服居然开口了 主人 系统其实给你安排了个死敌 混沌界的无上至尊 实力强到没朋友 你现在太弱了 往后由我来给你移秘气息 让你好好成长 而且下个闯观点就是混沌界 我嘞个擦 陈平安吓尿了 这一次他真的尿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最多和邓桂齐五五开 在混沌界里绝对只能算小嘎嘎 好比苏毅当初是仙界最强 却被神界随便一个路人下来 打得轻爹都不认得 但想到圣武战一所说的 可以隐秘自己气息 那就先过去闯观点看一眼吧 随即传送至混沌界 刚到位一个金色手印从天而降 这时那界里传来圣武战一的声音 你听说过一招从天而降的长法吗 操 老子现在不想听 陈平安立即调动120道天地之力 一拳往上轰过去 同时让系统立刻传送回去 他可不认为自己能抵挡那一招 只为了缓冲下敌人好跑路 下一秒他就传送回了房间 吓死宝宝了 可他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刚那一击 不仅抵消了敌人的招数 还把那老六轰成了渣渣灰 这时系统面板跳出本次任务 是代替张家少主参加神王进的比武 获得第一名 任务挺简单的 就是那个家族 怕是已经可以吃习了吧 刚那一掌 他看了都觉得恐怖如斯 还是再缓几天吧 与此同时混沌界张家 刚族人看到从天而降的攻击时 全都坐等吃习 但下一秒 从张家深处出现一个拳印 直接化解了那一击 没多久 组长张新明查明 刚偷袭自家的是沙雕帮的二当家 而出手拯救之人 并是闭关中的老祖 只是那一击 至少半胜实力 难道老祖突破了 不可能 真突破 早开袭了 这时吓人来报 老祖出关了 张新明一惊 看来真是老祖突破了 此时此刻 张家老祖一脸懵 因为族人全都在看他 显得异常崇敬 陈平安做梦都没想到 第二次来混沌界 又一个从天而降的长发袭来 就在刚刚张新明 快速跑到老祖面前到 恭迎老祖突破半胜 以后沙雕帮的人 来一个 我们杀一个 来两个 杀一双 闻言张德帅内心一阵惊慌 我擦 你们惹到沙雕帮了 还以为刚是我打跑对方的 正想要解释 天空之上传来一阵恐怖气息 使半生强者 沙雕帮大当家 好沙雕 但此时此刻 张新明根本不慌 老祖已突破 上面的傻叉 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照头香 照超声 种族人见族长如此 也纷纷跟着叫嚣 只有张德帅心脏都快爆了 老子根本没突破 算我求你们了 别骂了 现在有多闪 待会就有多惨 没想到 好沙雕见此情形 居然信了 因为他看不穿 张德帅的羞伪 真突破了 那还打个锤子 自己只不过是受王家所托 派二当家去袭击 没多久 二当家命牌碎裂 所以亲自来一看 究竟该死的王家 居然敢忽用我 张德帅已经是半生了 于是一咬牙走到下方拱手 做一当 张兄 刚二当家喝多了 过来攻击你们 感谢您为您除害 我先赔个不是 文言张德帅也懵了 你他们要野心我突破的事 随故作姿态道 这次就放过你们 滚吧 好沙雕没有任何废话 竟忙跑路 能活着就不错了 没多久 王家也得知此消息 但他们根本不信 再次下重金 让一个半胜高手前去攻击 因为他们家老祖快寄了 只有张家的祖传宝贝能救他一命 另一边 陈平安在家里四四发抖了两天 发现任务没消失 代表张家还存在 所以再度让系统传送过去 结果千年 好几倍